RT2. 東京地區 公司也有在歐洲、美國、日本、香港 都有設立直接的分公司 在全球各地都有像什麼樣子的代理商 所以你們如果有在外地 50%的市佔率 這個是他們深症的總公司 如果大家有去朝聖的話 不會錯過 那用大很口弄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 乳影 那乳影跟前面這一台是乳影 我這台是乳影 後面那一台是 我們要調的是這根桿子 這是第二個步驟要調整的是這根桿子 這根桿子如果你的相機 相機的這一個方向偏重的話 相機是會往後擋 因為後面比較重 相機比較重 那我們要調整這根桿子的 恰當的位置 你右邊調多了它就是往右邊 你左邊調多了它就是往左邊 那我們把它調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那左右也調好了 那這些前後的重量都調好 調到一個 大致上它鏡子都是不會亂動的 不會因為重量不平均 而往前或往它左右 左右也是 鏡子不動 全部都檢視過一次 就是我們剛調整的這些動作 是不是 是不是都到位 因為這個部分都佔了70分了 那拿幾台相機 拿幾顆鏡頭 這上面都有刻度 你可以做筆記 會增加你的一個 效率 閒置的一個工作的時間 會間斷 那它這個刻度上面 我們可以做筆記下來就做登記 那再來是 App的調適 App的調適 可以去調適我們每一顆碼拿出力的力量 然後也可以為它做平衡 然後還可以去調整它的速度 這個部分 在那個部分也沒有記憶 但是一樣可以把這些數字 你測好 所以你覺得最好的數字 可以去記載下來 那以後這個 超常那顆木皮板都不會動 對我這個 那邊還先要 我拉你好了 它動的這個很危險 有人要操作看看嗎 我要操作 我要操作 像大櫃 這是大櫃 阿小流音的話 我下禮拜拜 看看 ancestors önem 好等 恰恰 夏天 就不時 他有可能 好